第111章 仙池之争 听到月山的话,那夏万金也是一笑,望着走过来的轩宿等人目光一扫,却是突然停在了林洞的身上,略有些愕然地问道 轩宿,宋青没来? 临时换了一下 宣素微笑道,门言夏万金不由地苦笑了一声,视线在林洞身上扫了扫,看得出来他对于陌生的后者,还是有着一点怀疑 爹,别看了,林洞虽然不是很强,但至少打败了宋青,让他替换宋青也是正常 夏指兰在一旁插嘴道 哦? 门言夏万金眉毛挑了挑,旋即也是冲着林洞和善地一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还好 此次雪狼帮派出来的三个人当中,其中有两位你们都认识,月峰和月灵 他们两兄妹如今都是听云镜后期的实力,倒是与纸蓝柳翼相同,谁胜谁输,还真是难说 还有一人呢 夏指兰似乎也并不意外,开口道 据说是雪狼帮一位供奉之子,以前之名并不想 不过据我的观测,他应该也是在天元镜中期的层次,算是不弱了 夏万金道 门言夏指兰以及宣宿等人都是悄悄地松了一口忌 天元镜中期,以林栋先前打败宋卿的实力来看,应该还是能够应付的 在他们这边谈话时,雪狼帮那一边人群分裂而开,三道身影缓步走出,然后站在远山的身后 林栋的目光也顺机扫了过去 三人两男一女 两男中的一位身着白衣,模样英俊 脸庞上挂着看似温和的笑容 此人站在这里 看上去显得跟雪狼帮那股煞气咯咯不入 极为的显眼 而另外一位男子身着灰衣,模样普通 与那白衣男子宛如两个极端 站在那里就如同寻常护卫一般 不过林栋的目光在扫过这灰衣男子时 不知为何 眉头却是微微地皱了皱 剩下的那位女子倒也是生得秀美 不过比起夏指兰的话倒还是差了一线 看上去顶多只是与谢盈盈之女一个级别 穿白色衣服的就是雪狼帮月山之子月丰 如今乃是天元镜后期的实力 在这严城当中都是极为的有名 女的是其妹妹月灵 同样是天赋傲人 实力与其兄长相仿 至于那最后一个人应该被雪狼帮找来的吧 天元镜中期 也还不错了 一旁刘逸也是笑着对林栋说道 林栋微微点头 目光多瞟了几眼那位不起眼的灰衣男子 在见到后者的确没有什么出息的地方后 这才收回目光 废话少说 你们谁先上场 在林栋打量着那月丰三人时 那一位一眼看上去便显得有些骄横的月灵 满着一根红色长边上前两步 目光看向林栋等人 撇嘴道 见到这月灵上场 万金山会这边众人的目光也是看见了夏志兰 后者看了他一眼便是走了上去 冷笑道 那月灵的骄横叫着夏志兰更慎 当下便是回忆冷笑 良女本就是有着恩怨 再加上万金山会与雪狼帮并不和气 这番见面自然是针尖对面忙 若是都准备好了 那这掀持之争便开始吧 见到良女入场 其余众人也是飞快的后退 转眼间便是空出了一块鸡蛋的地方 就在那道声音落下时 浑厚的原力波动 几乎是不约而同的从良女体内爆发而开 强猛的原力宛如狂风般 将地面上的枯叶进事物席卷而去 火红色的边影几乎是在刹那间春透空气 满如一条火蟒般快若闪电般的 对着夏志兰抽了过去 面对着月灵这般毫不留情的攻击 那夏志兰也是冷哼一声 欲守一我 一柄火红色的长剑便是闪现而出 然后轻移步伐 与那月灵纠缠在了一起 良女都是处于天云境后期的层次 说起来算得上是严惩年轻一位之中的佼佼者 这交起手来的话也算是颇为的精彩 剑影边风舞动所形成的强猛进风 在地面上勾勒出一道又一道的刺眼深痕 林栋注视着场中的激战 片刻后却是缓缓地收回着目光 虽说同为天云境的后期 但显然论起原力浑厚程度 夏志兰要比那月灵更胜一筹 这初始或许还并没有什么 但伴随着这种缠斗的持续下去 必然会逐渐地拉开双峰的差距 这一场比是夏志兰的胜算 应该要稍大一些 而也正如林栋的所预料 伴随着两人这般旗鼓相当地交手下来 那月灵的攻势便是逐渐地落入下风 而反观夏志兰则是越战越猛 赢了 林栋心中轻声自语道 紧接着场中便是传来一道金铁之声 那月灵手中的长剑 直接是被夏志兰寻出破绽 一箭挑飞 他的长剑也是停顿在了后者的面前 第一局 万金山会胜 那位被双方从严城请来的裁判 也是在此刻出声道 文言夏志兰这才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眼颜颊铁青的月灵 寻技转身走回万金山会的阵营当中 月灵 回了吧 对于月灵的副场 那雪狼帮的帮主月山 似乎并不是很意外 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看向身旁的外衣青年 说道 风儿 你上吧 月风笑着点脸头 缓步走上 目光在灵动身上随意地扫了扫 然后便是转向刘逸 道 刘逸 该你了 见到这月风只明点性 刘逸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走出 停在前者的面前 手掌一握 便是从袖中的贤坤袋内 取出一柄精铁长枪 重重地往地面上一舵 请指教 不得不说 刘逸能够被拿宿宗馆 以及夏直兰等人看得颇重 也的确是有着他的道理 不谈实力 光是那般气势风度 便是让的人头痛不止 月风淡淡一笑 一柄暗红色的长枪 也是闪现了出来 手臂一抖 捂出屋 数朵枪花 不经意间 便是展露出一手不错的枪法 而见到月风这般枪法 刘逸也是面露凝重之色 他明白这个对手的棘手程度 在这严惩内 年轻一辈中 能够胜过他的人 极少极少 第二局 笔事开始 就在那裁判的一句 低鹤声落下的时候 月风眼神 几乎是在瞬息间 变得如刀锋般凌厉 手中长枪一抖 数到枪影 便是分别刺向了 刘逸数个要害 面对着月风的灵力攻势 那刘逸也是不敢怠慢 手中长枪宛如一柄怒猛 穿挑而过 竟也是将那月风的攻击 接了下来 只不过那双枪交触时 传来的大力 竟然是让他面色微沉 这一次的战斗 比起先前夏至兰月灵二人 还是要更加的显得惊心动魄 而两人都是使枪好手 攻守之间 在带起漫天灵力枪影时 也是有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波动传出 望着场中 那两道在交错间 带起自演火花的身影 万金山会这边 不少人面色 都是有些凝重于紧张 若是这一局 柳翼依然是能够胜了 那月风的话 此次的掀持之争 便该是万金山会 大胜而归 林东的目光 同样是在此刻 凝在那两道激烈交锋 的人影身上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 如此精彩的年轻一辈交手 与他们比起来 青阳镇的雷厉等人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两柄长枪宛如长着眼睛一般 不断地在半空中交融 火花四射 枪尖相撞 清脆之声响起 两柄长枪的枪身 都是被震得弯曲了一些 尽力反弹间 两人都是倒退了一步 而最在身形倒退的那一刹 月风眼神辨识一辩 两步急跨而出 手臂以一种极为迅猛的速度 快速抖动起来 在他的这般抖动下 只见得他周身的空气 都是在此刻呼啸了起来 一个肉眼可见 由无数枪影所汇聚而成的 枪影旋风 飞快地凝聚而出 在原力的贯注下 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 从中扩散而开 重影枪 四拼五学 望着月风这般凌厉的攻势 万金山会这边 不少人都是变了脸色 就连那速踪管 敲脸上都是有些凝重 重影枪有四宠 一宠胜一宠 据说那月风 能够施展出三宠 那威力同级之中 闲有人能及 听到那夏文金的声音 林栋也是暗暗点头 他也是能够感觉到 这一枪的强横之处 换作他的话 恐怕也是得必须 施展出奇门印第三宠 才能够与其抗衡 就在说话的刹那 那月风宛如旋风般的长枪 宛如一根风柱般 爆射而出 最后重重的砸在 也是将体内的原力 运转到了极限的 流异长枪之上 清脆而响亮的声音 迅速响起 一股凶猛的进风 扩散开来 将地面上的泥土 都是被声声的 鲜飞了一层 而柳翼的脚步 也是邓邓的退后了 数步 然后还不带他回气 那种灵力的压迫 再度袭来 他不得不继续的 接力相迎 当当的两道响亮之声 让到曼金山会的人 心头一跳 他们能够见到 在接下来月风 这三重的重拧枪后 刘翼的虎口 都是被阵裂开来 鲜血之流 唉 若是只有三重 刘翼尚还能一战 望着这一幕 夏万金等人 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口气 还没被吐出来 只见得那演习 吸鼓了瞬间的月风 却是古怪一笑 手中枪影在震 一股旋风闪电般的凝聚 以一种迅雷之势 狠狠地轰在了 刘翼枪身之上 这般重击 刘翼终于是 再也承受不住 一口鲜血喷出 手中那精铁长枪 都是被声声地 砸弯而去 望着那在地面上 倒擦了十数米 方才稳住的刘翼 夏万金以及 宣素等人 心头都是微微一沉 没想到这月风 竟然已是将 重影枪 修炼到了第四重 这样以来 这局势 竟然是被 雪狼帮扳平了 想到此处 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是不云而同地 转了过来 然后看向了 身后的林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